谁不会多带鱼啊 您怎么今天想起多带鱼了呢 这条鱼烤得可不短 只有是这个人 能解决这问题 别的都不好吃 对 带鱼啊 除了头轻 哪儿都好吃 我们从小来说 咱们北方人就爱吃带鱼 咱们那时候没什么鱼 有个小刀啊 讲了就上了 这鱼有点薄了 大宽鱼 薄了嫩的 我说你看 贴纸的面就好 别着急 咱要省事 咱还得快点鱼手刺 你看姐姐俩多认真 你看咱们贴着走 你看贴着屋子往下走 咱们这鱼叫什么鱼呢 我叫老北京 老北京 老四是一个情怀的东西 对 不是说我们老北京 其实北京现在还有几个老北京人 全日全无各地的人 这个呢 好吃啊 这别道歉 这锅他鱼也好吃了 然后炸干了以后 割小糖醋汁 哎呀下酒地道 糖醋用小带鱼排 对也可以做椒圆的 最后咱们做鱼蒸的 得了嘞 寸二 盐你看 对 大点盐 大点盐 留个作业给网友 背什么二掰带鱼 肉里头放这么多盐 去抓 到时候你们做互动 交作业 你看那盐 在一个中 在一个中 那盐也疼 你看 盐烧以后再把甜味冲出去 对 就跟粤败似的 粤菜的虾味味这么爽了 对啊 腌完以后它再憋舌 对对对 是冲呢 你看没有 在家里边 水越凉越好 对冰水啊 你看 没有进水费事 你怎么能做出好味道的菜呢 真是真是 你看 哎呦 而且你们这个带鱼本身带鱼的腥味 对 关键是必须得把这个腥味去掉了 吃出去了 要不然那鱼烧出的是它没法吃 其实这个原材料的基础压工的 都是非常重要 没错 你看这个东西 不这行了吗 香味没了吗 香味没了 洗没了 二次喝点盐 二次喝盐 哎 好了 这样喝点酒 酒 跟点姜 葱 是不是这样 好 来点胡椒粉 对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东西 香油最大的好处就是取冲 你再看不能点完香油这个香油变了 为什么烹油烹饪是烤鼻子 对 鼻子算是重要的 对 变得我们加这个 鸡蛋糊 好 像超过鸡蛋糊 鸡蛋糊 好 我们做点油锅 再做点水 好 这这壶化好久 远达下点壶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你要变通嘛 要知道 总要不知道菜你怎么能 能去做什么 没问题的 还真是 知道吧 行两个数 一个通了 你全通了 油软囊库里边还可以封点油 对 封点油啊 加点面面 加点面粉就酥了 这个就不用加油 对 它不需要切 倒油了 油面越宽 炸得越好 越不窝油 这都是基本知识啊 好嘞 你看 放两点出去 钻子不是这个 你不钻子 它搁这个鸡蛋液里 它不稀了吗 对 这样的行 上多好您看 你看啊 炸什么颜色呢 小金黄 不能太浅了 不能太深了 对 这是火 这是玩的油炸的火 看看 不用复炸啊 这也不用复炸啊 不用复炸 这是麻烦啊 省事啊 您就再加点椒盐 省事味道 熟后再健康了 咱就蒸一下 蒸完以后了 原来鲜香 蒸完就直接能吃啊 对 你看 蒸火 你看啊 都炸好了 黄花薄 你看啊 不得上头啊 不得上头 葱姜 黄酒 大一下 胡椒粉 买点这个 胡椒粉 好嘞 漂亮 吸点水啊 好 香油 一瓣大料就够了啊 一瓣 戒味戒味 好 上锅蒸 大火蒸 大火蒸10分钟 起锅 开始出锅 看看 哇 细节很重要 大料吧 这大料 看见网友们 红亮红亮的啊 这汁 走 起火 哇 起码蹲当势 当当当 哇嘶 这些太香了 这点汤你看没有 啊 往上去浇 接着它回去 你看 你看 又像着你 哎 给你 给你3D来一口啊 哇嘶 嗯 对 好 还有这个 酥的感觉 软的 鲜腔 没有心会儿 带鱼的味儿还得生死 好 哎 太棒了